看新事局网站 现在全台唯一的外衣间逃犯 就是康玉豪 农媒招风儿是他的特征 原本在花莲外衣间服刑 没想到探亲外出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 康玉豪104年因为帮友人出气 曾和朋友在新北市持刀砍人多次 造成对方全身多处重伤 遭判伤害罪十个月 没想到106年 他因为和朋友吵架 把人绑在客厅殴打 被判犯下私刑拘禁罪 拘役50天 之后又陆陆续续犯下多起诈欺罪 总共被判刑八年七个月 目前已经逃遇超过五个月 康玉豪脱逃之后 新北地检署二十二号 也立即展开通气 近十年来到外衣间服刑的 一万多人里就有四十五人 因为反家探亲没有再回到监狱 也让外界质疑外衣间的制度 是不是不够严谨 也希望警方全力弃凶 让民众不再担忧 华世新闻业余娜 姜语文 综合报